翔州亞運的最新賽況 稍早的時候 我們的羽球一姐戴茲穎是已經結束了 今天女單的32強比賽 而他在這場比賽當中 是遭遇到了蒙古的選手 不過全程戴茲穎只花了19分鐘就結束比賽 連續兩局都是以21比2大比分差 直落二收下勝利 那麼賽後小戴也受訪了 來聽一下他怎麼說 昨天在紀念品店 就是我遇到兩位蒙古選手 然後他們跟我說 就是有一位跟我說 他是今天要跟我打的選手 我就說原來是你 他就說他很開心 他可以跟我打 可是因為剛剛 我要上場的時候 其實他還沒到 因為他可能看了官網的賽程是12點 然後我們剛才前一場結束的時間 其實應該是11點四季分 然後他可能就是搭了11點的車 過來這裡要將近11點半 所以那時候就是大會 本來有說他可能是不能參賽的 因為他來不及 對我想說他昨天跟我說他很開心 怎麼他今天沒有來 所以他昨天是跟偶像拍照這樣 對他說他很開心 可以就是跟我比賽明天 因為今天這一場比賽 全程只花了19分鐘就結束 戴智英也提到說 主要還是以調整狀態為主 畢竟前幾天的女團賽結束之後 到今天女單再上場 中間也是隔了好幾天的時間 那今天來也是想適應一下場地 包括像是燈光 風向以及氛圍等等 那看起來狀態是調整的還不錯 而他的下一場16強的對手 很有可能是會遇上日本名將大絕彩 或者是香港的選手盧善恩 還是要看晚一點的對戰結果才能夠確定 不過不管怎麼樣都希望小代也期待小代 能夠有好的發揮 繼續來挑戰他個人在亞運的第二面金牌 完成2連發的壯舉 以上是我們在杭州亞運 掌握到的最新賽況再將時間鏡頭交換台北空內